花莲茶叶工会从民国70年创立以来 在创会鼻祖王显潮的带领下 发展顺利 也连任工会理事长30多年 最近年来茶二代青年返乡接棒 再加上理事长也届满 因此今天上午工会举行改选结果 由百大青农谢明远当选 老茶农交棒给年轻人 期盼年轻团队带领地方茶产业 能够更蓬勃发展 经过会员大会 以及会员代表改选投票结果 花莲茶叶工会在历经30多年后 正式改朝换代 创会鼻祖也是理事长的王显潮 感谢工会这30多年来的支持与配合 也期盼工会新团队能好好发挥 带领地方茶产业迈向另一个高峰 我们希望新的理事长能够 让我们工会更往前的发展 希望对我们茶区能够有更好的帮助 民国70几年创立的花莲茶叶工会 在创会鼻祖王显潮带领下会晤顺利发展 而近年来随着茶二代接棒青年返乡 再加上理事长王显潮二任届满 因此工会改选结果 老茶农也一致达成共事 共同交办给百大青农谢明远 老农长辈赋予重任 新任理事长谢明远兢兢业业 将全力以赴 茶叶是我们的根 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六岁五后茶区 越做越好 那在这方面的话 因为缺工的问题 还有一些我们人口外移的问题 都是我们其实工会上面 都会面临到的一些小小困难点 茶叶工会改选圆满落幕 工会老陈和平交办给年轻新时代 花莲职业总会 理事长徐建龙 以及各职业工会首长干部 也都到场请贺 创立至今三十多年 历史的花莲茶叶工会 成员绝大多数 以瑞穗五鹤茶产去的茶能为主 近年来五鹤蜜香红茶 产业快速发展 市场独占凹头 新任理事长谢明元 也将带领茶叶工会新团队 继续努力创造茶产业的荣景 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